大家好 我是阿耀 姚純耀 大家訂閱在台灣故事的YouTube頻道了嗎? 我會一直出現在這邊喔 所以還沒趕快訂閱 欸 還沒訂閱呢 趕快去訂閱 你知道嗎 在台灣有一個地方 將來就所有人的食衣住行 那大家要哭意吃錢 沒有人在這裡 結婚生意見 沒有人在這裡 出事堂安 身體又回去了 你有約到什麼地方了嗎? 三點 沒錯 我跟你說的市場就是你每天都會來的市場 不過 這裡市場哪有什麼伯伯呢? 第二 這是全台灣最大的傳統零售市場 第二 這是全台灣第一組恆代化市場 第三 這是全台灣東西最多的零售市場 但是 這麼厲害的市場 你看到的時間是很少 今天我就帶你去看它最高的零售 我在圓一個夢 圓一個紀錄台灣在地精神的夢 我在找一個市場 一個獎仔十一住行 看盡風華的市場 跟阿藥一起出發吧 一起 激來兩網 消暑倉語 吹奏濃濃 人情味 探訪進區 隱身優愛 層層隔絕 亦當年 琳瑯滿目 滿載而歸 繁忙校夜 不停歇 這是一次結束就是開始 記住就是永遠的路程 出發走我們到台中去 出發走 出發走 嗯嗯嗯嗯 大哥你沒有演藻 我這裡有錢耶 有錢要錢地人吃 哎呦 錢街頭藝人還有茶湯好喝 怎麼這麼好看啊 不錯喔 嗯 比較爛耶 嗯 喔 我準備找我茶 超新娘 等一下 你不是在噴這個 紗斯風嗎 好 對啊 你也做不可以 你會天地人喝嗎 我在做這個生理啦 真的不可以 沒有啊你頭髮你不是街頭藝人喔 沒有啦街頭藝人都專業啦 對 啊就有時候可以運營就出你幫忙啦 喔齁 真正是黑咖地道友耶 原來這位阿三哥在市場拜託不會吃草地 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在這裡外婆做人又很害怕 所以有一個很趣的名字叫 中高山 當初是因為小孩參加合對的關係 讓阿三哥有機會接受到紗斯風 想說拜託沒料就帶來哪算哪練 想不到十幾年來 不哪算得有款 又變成是市場最有特色的 多工棒 沒有說你不知道 阿三哥主要的青草地 真是真正普通的喔 比較大水的比較大水 喝下去快一點 這個大水喝下去 你會算打得對嗎 再喝下去再喝下去 再喝下去 再喝下去 是特別的 喔 真的有夠量 喔 這暖天零這個真的有夠好 對 這大讚的你才不知道 喔 這怎麼這麼厚啊 哇 這苦茶 哇 我整個肚子在乾火全消 哇 這苦茶這個太苦了吧 對 所以我們有青少泰哥 你不會在苦茶 對啊 所以大哥 你在這邊這樣做二十幾年喔 對 你在開始的時候 在這邊賣嗎 對 其實很高的 我都沒辦法 這二十幾年來 這口味有改變嗎 沒有沒有 都沒有改變 都是這樣 對 所以你的行李也很好 扣一大 對啊 都扣食材 吃過 再來飯飯 你一直吃 有二十幾年 現在沒吃 拍照 拍照 不是啦 我們在拍照 他是不是 不好意思啊 我們在拍照 所以待會要拍照的話 就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沒有在拍我 那當然是拍大哥啦 等一下你拍大哥 當然啊 這才是重點啊 對不對 他是我們的紀錄對象 紀錄對象 有沒有 所以你不是來 pública 我還有可以拍大張的怎麼樣 等一下 你們是什麼團體啊 怎麼會突來拍大哥 我們是建國市場田釣團 專門是來進入建國市場 所以如果是大哥 還有整個建國市場 對啊 裡面這個有什麼故事 這裡面的故事可多著 有人在這裡成長 有人把青春架在這裡 有人幾乎一生都奉獻在這裡 青春有這麼厲害 來你看看 好 走 來 這座站在台中火車頭旁邊的建國市場 看起來就跟一般船一船的市場 沒什麼差別了 但是這兩位台下先 擦張這裡的故事 說完會不會提的重點 所以今天看到這兩位年輕人 被市場這麼了解 聽說完說 這個市場裡面有很多好處的地方 不過現在是看一天 減一天 市場是有什麼好看的 這邊接下來就是市場圓環區 市場圓環區就賣很多像牛肉 像這老闆就是專門賣牛肉的 牛肉專家 你好… 那這邊呢 這邊是賣茶鵝 然後他們那個味道都是非常多人喜歡的 很多老顧客都要來這邊吃東西 這邊就是… 有一些豆皮、豆乾的東西 還有這邊這個 這是賣市場的一些用品 還有一些很多像魚鞋 市場的裝備配備 市場很滑嘛 還有魚鞋 暈有盡有的 你想要買什麼來這邊嗎 然後這是兩點就開的早餐店 這邊還有早餐 兩點就開 兩點就開 每次來這邊兩點就開 今天難得看他沒有開 這很難的 淡沙三明治 這邊還有一個 這是處理雞啊 他有像賣這個村 你看他今天就沒有五谷雞 他有時候會有很多不同的雞肉 大哥處理雞肉很專業 有啦!五谷雞 有啦!對… 所以你對這個市場有夠了解嗎 你是市場小孩嗎 不是耶 我是大概一年前才開始進入這個市場 一年前 什麼應援巧合 你來這邊買菜嗎 不是…那時候剛好 中序再生基地 帶我們來這邊做一個導覽 因為那時候市場就甩到菜了 然後我們想說 我們來看看這個市場是不一樣 而且它位在火車站旁邊 然後這麼大一個市場 其實我沒有什麼進來過 然後之後 天馬上每次回來買菜 都會講這片的事情給我聽 然後我想說 我為了要來看看這一片的市場 到底是這個東西 就讀台中教育大學 四年級的聖文和麒麟 初次來到建國市場時 就被這裡市場的人情味 以及獨特的歷史背景 給深深吸引 對於他們來說 這裡就像是哈利波特的 魔法學校那般 藏著許多的祕寶 等著他們來挖掘 不過 阿騎林郎咧 他是跑去哪裡啊 各位 太緊張了 對 還在拍 很認真 所以你剛剛主要是在拍哪一大集 剛剛主要在拍後面的就是 洗魷魚的小動作 或是像在處理服序的地方 洗魷魚的小動作 這個真的值得拍 值得拍啊 為什麼 這個沒有這種市場才看得到的地方 但是每一個市場 它處理的方法都不太一樣 它是負責平面 然後我是負責錄影 所以我們在進入的過程中 阿騎林郎是 它只是拍了一年多 我是錄了一年多 錄了一年多 等一下 錄了一年多 你錄了多少隻袋子 你自己有算過 錄了幾分鐘 你有算過嗎 當然沒有 我們都是算G的 我也有 可以看看 覺得真的隨時都有摩托車經過 這是這邊市場的航賴 所以我們今天是我們錄一錄 聽到聲音就閃 建國市場 因為主體建築年舊失修 加上空間環境不服使用 台中市政府 早已蓋了一座新市場 即將在今年9月20號 搬遷舊市場的攤商 得知這項消息的聖文跟麒麟 便號召好友 組成建國路224號田吊團 計畫要用影像 來保存這座老台中人的記憶 聖文說 雖然建築物無法列入古蹟保存 但是菜市場本身就蘊含了 豐富的台灣文化 而說起台中建國市場 第一個特別之處 它不但是全台灣最大的 傳統零售市場 佔定8.5公頃 內外周邊加起來超過3千個攤商 同時具備 批發轉運零售的銷售模式 所以在這裡賣的東西 價格絕對超乎你的想像 哇姊啊 你這裡腳不順了 這麼多種喔 這是中藩的 好 那三個漂亮的 這價錢有差很多的 這八十塊百元 好 那這算是大賣還是小賣的 大賣啊 一般的媽媽來這裡買的有比較小賣嗎 有啊有啊 當然我們這裡大賣 燒多少 有... 有一般吧 燒一般 真的假的 真的嗎 媽媽來這裡 絕對的燒一般 對 旁邊還有這個 菱角啦 碧琪 這裡還有這個蒸蒜 對 那這一斤多少 這四十五 你要切看看好不好 我要切看看 我先看你的腳掌 哎唷 這樣啊 喔 怎麼說都可以拿切 對 這樣 我來切看看 欸 切 來 啊 不行不行 這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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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來來 來來來 喔喔喔喔喔喔 你的手小力 我長這麼... 這麼大量 很大量 齁 齁齁 切給自己的手 咖啡筍 這個不不不 這太大隻我會怕 那些肉 你也會怕 你自己也會怕 我想說你的肚子這麼厲害 所以妳在這邊這樣 擺大擺差不多多久啊 欸 擺到三十年了 我們今天他七歲了 三十幾歲 我們現在就做了 將近約三十年 哇 妳吃的這個味 哇 真真酥香 全部都中菜 對啊 啊 要說價錢嗎 喔喔喔喔 那這一斤多少 35 我還要賣多少 七百塊 七十啦 七十 喔所以這都滿做批發的 對啊 對 喔所以你看看 你這東西真的有夠多 欸這酸豆啦 對不對 批發大賣 差不多都熟一盤而已 計熟一盤 沒有人要賺 還有這個啦 掛菜 二十 那一斤二十 人要買啊 這這你常常來買喔 對啊 那你賣哪裡啊 我賺 那你買多少 那十塊就好了 這這樣十塊 對啦 那你買東西要做什麼 買東西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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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東西要做就對了 哇 那有夠像這樣 一大隻才十塊而已 對啦 哇 真的喔 這裡說這大賣真的有夠像 我們建國車上 好 最批發車 所以你在這裡做幾年了 就這樣了嗎 這樣啊 六年 這六年喔 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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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這建國車有多久了 建國車是 因為我也是五十年了 在外面是做十多年了 所以你沒有建國車還以前 以前是在做什麼 你知道嗎 做什麼 阿民國住了 很買 買团 好 但是這百二十年 阿民國在住 對 炒肥 好 全都聽到 全都很清晰 到路了 我去 將全部的人生都駕在市場的阿嬤 做建政料 建國市場 曾經有一段 去讓人放不下的歷史 據說從日治時代開始 在台中市的綠川柳川周邊 有許多臨時攤販 匯聚成市集 被視為建國市場的前身 民國四十八年發生八起水災 將河川周邊的住戶 攤商衝毀破壞 攤商在河邊重建市集 歷經了第一次的小搬遷 一直到民國六十一年 政府為了整頓市容 這個臨時市集 不但面臨了第二次的大搬遷 同時也將面對一次 脫胎換骨的考驗 現在搬遷新市場是屬於第三次 所以這算第三次 不是你們想像中的第二次 這是第三次 立川東街啦 柳川啦 那些拆遷路很多嘛 以前來講的話 傳統市場是都那些 補房啊 儲的店 台北府都平房啦 對對對 那麼當時市政府建的這一棟 建國市場 是當時來講是最現代化的 四層樓的 對 占地有兩千三百坪 像這一本來講 這個是民國五十六年 建國市場招出的 民國五十六年 是在那裡有嗎 因為我們以前是 義收租金的 九年十個月 一四九年租金這樣 對 像這個都是二樓 一樓二樓都有 一樓攤位 店鋪二十間 南北雜貨啦 四十一個地方 還有雞鴨什麼的 鮮花水果 全部都有耶 都有很多耶 對 所以城市就這樣整個 現在也是以他為難題 副會長說 民國六十一年啟用的 台中建國市場 主要是為了收納 綠川 柳川周邊的零食攤商 而當年 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 政府開放居民 玉角九年十個月的租金 成為台灣首創 使用玉角方式 建造的駐商混合市場 建國市場 第二個特別之處 就是全台灣賣最多東西的 零售市場 不但擠壓與肉菜 一應俱全 還有一條完整的五金間 販售各式各樣的五金零件 裡面還有很多 你想像不到的專銀店鋪 台中人有句話說 建國市場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沒有你買不到的 聽說來這裡買菜 一定要找一個 買菜幫的幫助秀朱姊 但你絕對的走不走 買菜還需要這個結黨營食 要組幫派 一般來講我們來市場買菜 都一兩個人家人 那我是透過網路找朋友 我知道 在團購比較便宜 欸 貞翹厲害 而且你們每個人都有這個 跟這塊 人手一個 真的是一個團體喔 是從網路上找朋友一起來的 那最主要就是體驗說 買賣之中是不是要互動 跟人的互動 團購 但是你說 插一個麥克風 還有一個拉伯 這是最重要 沒有 我們有一群人一二十個人 要聽到我介紹 哪個東西便宜 哪個東西新鮮 這個攤商的故事 哇 今天收穫不錯 很多讚利品耶 有啊 那給妳買什麼 我買雞肉 青椒魚皮 我不知道見過市場 所有的肉跟菜 怎麼會這麼便宜 真的假的我看妳脆笑肉笑 真的 差不多外面一半的價格 聽說連結很多人都會來這邊 特別扶好會 那種價格就是很像扶發價 所以這邊一般的市場 你覺得有差在哪裡 其實它很大 然後什麼偷偷都有 我覺得他們的富裕還滿新鮮的 就是買的會很安心 對妳來說市場跟超市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是人情味 然後還有從年的文藝 等一下 哇 妳們這個真的採購團了 真的 一定要買的 不然袋子這麼大 等一下 竟然妳今天買什麼 水蓮 還有菇類 還有這邊的 還有一點薑 吃薑很好 很健康 還有這個 對 還有青椒 所以妳今天吃素 沒有 還有一個 雞針打塊蝦腿去爐的 其實建國市場裡面的肉 是大眾的買賣 所以是很便宜的 那這位姊姊咧 妳買了什麼 金包菇 還有比原產地還更便宜的主廚 還有比原產地還更便宜的主廚 這看起來是親眼的 它是早市嘛 所以它的新鮮度是有名的 就是說如果妳要採買新鮮便宜 就是要在這個地方才買得到 然後它是非常有歷史的一個市場 所以早期大部分做生意的也好 或者是說市井小民一定都會到這邊來採買 這個是很普遍 每一次的辦完之後 大家在FB都給我回饋說很棒 所以我們才有動力繼續辦 我看這個姊姊後面一直臭臉 真的來這邊參加導覽 對 這邊看起來像個博物館嗎 還好 還好 因為這就是菜市 但這邊來真的有講到說 這邊它介紹真的有 有跟你說哪裡比較漂亮 有 有有有有 我剛才倒燒烤 不只啊 我不只帶他們去買便宜新鮮的對不對 我還帶他們去特殊的秘境喔 什麼呢 市場都有秘境 喔 這個市場到底是大到多恐怖了 我們的賣相是普遍一樣 人買菜都可以當導覽 不過秀主姐 這裡老也沒有什麼東西好買啊 來這裡是要看什麼啦 你們在看起來怎麼好像荒廢掉了 有點像廢墟耶 沒有其實以前這裡是很熱鬧的魚肉區 所以我看到這個地下啊 對你有看到這裡 這裡有 對對對 這個就是排水 對 這裡的魚肉區生意是非常好的 真假啊 那這邊完全看不出來 沒有 後來就因為九月一地震之後 我們建國市場被判定半島 這邊有半島 對 完全看不出來 然後 對對對 因為半島之後呢 它要結構受損 你看它就是做這樣支撐我們的主要糧柱 尤其這是公共空間嘛 有危險 所以就是台中市政府做加強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沒有辦法在這裡繼續營運 就是原本這邊的魚肉湯 魚肉區那時候就先移到 大馬路大埔旁邊做三年 後來才在國軍英雄武館前面 找一個地叫做 現在的臨時建國市場 從那時候開始建國市場 就是一分為二 在建國市場大小的秀主市 對這裡的發展可以說是 尚到有存 照著分享自己的故事 以及導覽的方式 讓大家參加的面臨 可以多少了解這個市場的 歷史發展 建國市場的第三個特別之處 它可是全台灣第一座現代化市場 不但擁有室內冷氣、電扶梯、通風景 在二樓還有先進的商店街 經營各式各樣的客製化服務 一條走廊看過去跟前面完全不一樣 對啊 其實我們來這裡有時間不到 為什麼錢門全部都深鎖 沒有 其實這個在以前呢 是很熱鬧的商店街 我們在這條街呢 有裁縫店、布店、有美髮店 像攤商的陶吉牛 他要去參加一個實驗 他要來設斗一下 全部都在這邊啊 是的 而且以前很熱鬧喔 我記得我小時候 那我那個三年級的老師 他就特別幫我叫去 然後就說你們建國市場有一個 那個立德裁縫店 然後他怕我搞不清楚 他叫我先去看在哪一間 他就把我的手拿出來就寫 立德裁縫店 然後就回來看 二樓哪一間是立德裁縫店 然後跟老師約好 帶老師來做衣服 那你可以想像啊 一定是我們老師的同事或朋友 來這裡做很好看嘛 我們老師就想要來這邊做衣服 真的十一住行什麼都有 對 但是要講這個美容院真的很難想像耶 有喔 我們這裡有一間美容院很特別 他跟建國市場一起開幕 然後那個老闆娘呢 他也說要跟建國市場一起開幕 姐姐啊 妳在這裡做工作做多久啊 大概是四十六啦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三個月過二十天 有 我知道了 三個月過幾天 二十天 二十天 哇 所以妳每天都在玩喔 妳是在做旁邊還是 沒有啊 這個齁 我把我大部分人生都放在這裡 沒有什麼工作的好處 就是做頭門才算在這裡而已 哇 所以姐姐也是常常來這邊這樣 用頭門這樣 是喔 妳來這裡用多久啊 有什麼用的 是喔 我用來電腦 好 來這裡電腦喔 妳在這裡做四十多年了 旁邊又 旁邊也做四十多年了 姐姐也是要多年 姐姐妳幾年 妳這個比較少啦 對 現在對於髮型這樣 有麻油嗎 有啦 有喔 所以來到這裡這樣咬之後 感覺怎麼樣 很清爽啊 很清爽喔 整個這樣煥然一新 至於智琳姐姐呢 嗯 每個禮拜都來兩邊 每個禮拜都來兩邊 對 現在都請問妳 今年幾歲 八十七 妳八十二了 怎麼會這樣 妳不敢笑啦 沒有啦 妳真的看不出來 妳八十二 我想說妳二十八耶 唉唷 不要這樣 唉唷 妳四十幾年都在這邊 都沒有去髮型的地方 對 因為喔 都找到還不錯啦 還沒盡快 敗起來了 所以喔 我們的同學 都在這裡 哇 妳不跟她介紹喔 介紹來到這邊 差不多八個同學 哇 就很好到時候 妳都叫過來 好 她現在嘛 在台港 所以這邊好像喔 全部都是這樣 出閉店鄰居啊 阿姨啊 要來洗頭啊 欸 在外面洗了喔 等一下 這樣比較濕 這樣比較濕 這樣比較涼 這樣比較濕 現在在走廊上面 每一個地方 都是妳的禮法院 對啦 妳有經常在這邊洗嗎 有啊 也是有喔 我以前住在樓上 妳住在樓上 我以前住在樓上 我以前住在樓上 妳以前住在樓上 對啊 我以前住在樓上 我又來的 我也是三樓 妳住在樓上 妳住在樓上 因為這間我就住在樓上 在樓上 在樓上 洗頭 靜菜 台港 這種在樓上的地方 才有的氣氛 不說妳說不定 這是在台中的市場心 這種家庭頭部的 歡喜家庭的情景 是不是給妳很快樂呢 秀主姐說 接下來要帶我 深入一個 已經快要消失的秘境 等一下秀主姐 這是妳以前住在樓上嗎 欸 但這看起來很像那個電影場景 那香港有沒有 九龍城在 而且這邊還有這個天井 就這樣灑光灑下來 小時候在這裡 就充滿那個溫暖的回憶 然後前面這裡 就是我們的遊戲場 其實我覺得應該 感謝這樣的建築師 我們小時候只住在這裡 沒有特別的想法 現在回頭一看 我覺得設計得非常好 光線通風都很好 那妳以前的家在哪裡 來 我們跟大家來看我的家 好嗎 就是這間 建國路 建國路 兩百二十四支 四支五十四號 這一間就是我的家 我小時候所有的回憶 我的人格的養成 我在這裡建國市場 收獲到很多的學習態度 通通 就是在這邊 但是現在這都沒有人大 所以整個就已經 因為政府已經強制點交 就是這裡現在都沒有人了 那我們這裡呢 就是超過兩房一廳 我們住了七八個人 以前有來過建國市場嗎 你應該不知道 我小時候住在這裡 蛤 所以我是來這邊回憶的 我就住在樓下一樓店面的巴德街 等一下 妳住在一樓店面 對對對 那這不是三四樓 這是住宅嗎 沒有 我剛才在跟我兒子講 我住三坪的店面啊 可以住七個人 而且就是我兒子的外公啊 他這樣可以養活我們一家人 三坪的店面 二樓有個夾城 我們小時候在那邊長大 所以秀蘇在 你們住在夾城 對 所以秀蘇在 還沒有這麼好三四樓 還沒有這麼好三四樓 對啊 他們算是環境好 秀蘇姊來來來 我們後來才相認的 對 我們後來遇到 才知道他住過一樓 對 我住過四樓 所以這一次呢 也特別想說邀請他 我從買菜房一 就開始期待他會來 今天很高興就是 他來真的走回我們小時候 對 所以姊姊再回到這邊 等一下 以前要住到三四樓 也算是條件不錯 他住在一樓 那個三坪大的空間 住在夾城 這樣一樓中間一個夾城 因為沒有辦法看 應該是這麼說 在一樓呢 在一樓是變成說 他們在做生意 然後上面夾城 是不用再特別付租金的 那我們家是在樓下做生意對不對 我們在住樓上 我們樓上是要跟台中市政府付租金 你們樓下是不用租金 我們那個是滿登 因為我爸爸是榮民 所以來這邊有太多的回憶 我跟我兒子說 地下室以前是暗的 只要是那個 那 有時候我們小朋友 我們除了玩那個跳格子之後 他講到的都是我們以前玩的遊戲 而且地下室以前都沒有電燈 我們都會去那邊探險 我覺得說好多的回憶都拿那個燈籠 用紙摺一摺 放一個蠟燭 我就覺得說有太多的回味 今天一定要來一下 因為回到這邊 這個不久之後 可能我們再也沒有辦法 看到這樣子的景象 對 這也許是你這一生中 你從小時候到現在 這可能是你看他的最後一眼 對 真的 所以來到這邊 好多的回憶 以前覺得這個走道好大 你看這樣就知道年紀了 現在覺得這個走道怎麼那麼小 我剛剛在講說 對 小時候其實走道好寬喔 對啊 我們是聚集很多人的喔 我們是幾個喔 就十幾個可以在這邊玩 對 但是這個小時候回憶 跟爸爸在這邊經商 每天早上起來可能做很多代工 大概三點的時候 我爸爸是在賣那個塑膠袋 給所有的攤販 我們每天起來就是忙著 用那個鐵線把塑膠袋穿過去 那就去每個攤販送塑膠袋 我覺得說那個 雖然生活的品質 就是說那個精神層面還是很快樂 雖然物質沒有現在的好 可是回想起來真的是覺得 爸爸這樣子這麼努力 這麼認真 我覺得是給我們很好的點半 人去樓空的住宅 藏不住曾經熱鬧繁華的影子 小小的七平空間 卻裝滿三十幾年的豐富回憶 隨著市場搬遷的日子將近 這裡的故事即將消失 唯一留下的 可能只剩腦海裡的記憶了 修祖姐說接下來 要帶我去看一個市場 最特別的大尾 哇這兩個是一個土地公廟 對啊很特殊的攤位 它是在攤商的攤位中間 它自己本身也是一個攤位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大尾 是喔是喔 欸看起來這樣小小的景色 但是 應有盡有 歹變啦 啊這哇 雲匯也很重心耶 是啊這也是攤商的信仰中心 然後 土地公的活動 大家也都會參與 然後只要是經過 欸有抽個空就拜拜一下 就拜拜一下 對 它就像是我們的 呃警察 我們的里長 在守護我們啊 啊里長啦 在鎮守整個這個 這個攤位在那邊 對對對 可是它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們攤商休息的時候 我們的偷地公也要稍微休息一下 有拉不到也不好拉 不好拉 你們有看到嗎 喔喔 這邊這是他自己的這個廟門就對了啦 對 在這邊有很多這個金飾啊 金條啊 金項鍊 對啊 很多這些鎮婦 一定有賺錢 哪個才會這樣 對因為建國市場的攤商 老闆老闆女都會認為說 欸我們只要平安 就可以賺大錢 這個都沒有問題 哇 所以喔 旁邊就是攤商的老闆 最棒的一個最佳位子 你總共留在精隊人耶 對對對 我的廟門都在開 我不是啦 我不是啦 原來你就是在說啦 我不是啦 我不是啦 我有這個 所以這邊啊 森公司剛才說 對你這個大園 有這麼重要嗎 對 有 要做紙機的時候 他就過這麼經過 然後我來看拜拜 第一個 求一個新安 求一個新安 除了土地公廟 在二樓還有一間媽祖廟 在照看市場攤商的生活平安 台灣傳統的宗教文化 與長民生活 並沒有因為市場的現代化而消失 反而更緊密的與民眾聯繫在一起 帶給攤商心靈的慰藉 這個市場裡面 有在賣生鮮的啦 還有熟食 但是你看看 外面也是很多店頭的啦 有在賣南北雜貨 真的應有盡有 但是聽說在這邊 在外面 買路邊 近年有一間在賣賣 在賣賣 官人說賣賣 賣賣一定都是在頭上來 他竟然開在賣路邊 真的這很遺憾 聽說就是這間啦 看起來好 這部大哥應該知道 看他一個三分 我說請你高天賣 大哥 請你這邊有賣賣 對不對 有啊有啊 你不要說那麼大聲啦 賣賣 這是怎麼說喔 對啊 真的假的賣賣就能夠 對 我們這裡有一個 好 申請專利 烈 豆片還有申請專利 真的假的在賣賣 不知道咧 這邊啊牆壁掛的都是毒品 蛤 吃熱還想再吃的 這邊都是豆片 對 沾在肉層裡面 還有那種 豬腳一樣 它是金華火腿 過年過節又悲買不口 裡面放的不吃也難過 因為我們放的香料 特製的香料在裡面 只算毒品 喔 所以是吃了會上癮 不要說這樣 我們吃看看 是 喔 超香的啦 這個我覺得 它一定有問題 要多吃幾個來檢驗一下 這很適合放到這個答案 喔 哇 這真的吃到會上癮 臘腸啊 它這個豬肉啊 經過這個時間的脆裂 慢慢散發出這個香味 好香好香 一直在嘴巴裡面 越嚼就越香 你真的吃下去 你會裂掉的 對啊 所以這真的就是 你還可以吃這個 吃這個看看 那是外層的口味 這看起來又有點像 骨魄的顏色 喔 哇 這個味道又更多耶 那現在吃下去之後 還有薑糖 那其實裡面還是有汁 還是有那個油脂 會慢慢分泌出來 今天剛好我們在試 我們自家產品 剛剛好你又走來 所以平常自己也要來試菜 對 光看這個臘腸 一二三四 就有四種不同的味道 對 中午餐給你喝喝看 哇 欸 現在用這個火腿來講 這一般來說 是這個 上海菜啦 放這個精華火腿進去 哇 其實非常非常的清爽 這是火腿 這是煙的嗎 對 煙的 它吃起來很新鮮 很Q彈耶 你這個肥的吃不出來啊 你吃吃看看 那肥的很好吃啊 好Q喔 這樣小吃一點 旁邊的腦肚子餓了 還是很餓 這樣顛倒一些就對了 對 這真的很讚耶 用來烤湯 想說這個味道會跑去 但是沒有 完全又是完全 這都自己做的嗎 我自己做的 為什麼你會做這個嗎 因為做這個東西 家家夫妻都要買 只要你做的好吃 客人會找我們 我們找客人找不到 嗯 聞香就過來 對 但是開一個建國市場外圍 這邊幾多久啊 做了差不多45年了 45年啊 對 所以請問一下 這位大哥你幾歲 四十二歲 四十二歲 你在這邊四十五年 表示說來到這邊三年之後 大哥出生了 就在這邊出生耶 對 第一代的劉老闆 早年曾在台北學習 肉品加工技術 對醃製火腿 臘肉 已有五十年的經驗了 小小的店面 掛滿自製的醃製肉品 吸引許多國內外的韜客 渾鄉而來 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這個 用整隻豬腿製作的 精華火腿 哇 老闆 這看起來也很有歷史 這一隻差不多多久了 最少又一年半 這才一年半啊 看起來要二三十年 上面這個KP這是什麼 它是經過發酵了以後 因為我們煙要煙三個月 要重複發 光是煙就要三個月 三個月 發酵也要差不多半年 三個月一次要發酵兩次 才變成這個活著 我剛才想說 你看到達達應該很輕耶 它拿起來很重耶 這個香港客來做 拿起來就當吉他在拿 而且 你家 平凱 它其實沒什麼味道 是淡淡的香味而已 不是 這外面不能吃 那它白白的 這個是菌嗎 對啊 叫青梅菌 青梅 等一下這個就發霉的意思嗎 這樣還可以吃啊 可以吃 但是你聽好喔 浙江人做葉子 只要吃火腿湯 台灣人吃雞酒 這東西是不一樣 這什麼 這東西是一個恨苦的服務品 對 所以老闆 你在這邊這樣 四十幾年的時間 那對整個這個建國市場 有什麼樣的感情 就是老一輩的 老伯伯 他們走不動了 要換一個找的地方 他就叫小孩子再找 心疼很疼 目前要搬過去 客人比我還緊張 他是說怕找不到我們 隨著9月20號 市場搬遷在即 許多攤商都面臨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搬到新的市場一後 老豬狗敢會找不到人 雖然要搬遷到新的市場 攤商的意見是優喜殘半 市場自治會也很積極的 在協調各種問題 配套方案 硬體設備 周邊環境 客人流失 不免得要經歷過一段正統期 攤商與客人 都對新市場有許多期許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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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東西掉了 我還想那麼多東西 不好意思 你買太多東西了吧 今天這樣看還好啦 棺材啦 還有肉 我知道 你是在做這牛肉麵的喔 不是啦 我們做生意的啦 哇 你買這麼多東西 行李一定很好耶 我對你看看 好 你要跟我走 好啊 我給你走 還是你要跟我走 你就幫我放好不好 哇 在這個黃金店面這邊做刈包 現在這個有什麼料 蒜 加蒜頭 刈包裡面放炒麵 炒麵看起來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這是有加了什麼料 東泉辣椒醬 這是很特別的辣椒醬嗎 這是我們台中唯一 最好吃的辣椒醬 台中名產 還要加什麼 做鴨菜 一般的刈包 不是說加那個 圓水啦 土豆腐啦 啊就放一塊滷肉 這真的是我們想像中的刈包嗎 這其實就是炒麵了吧 直接用一刈包這樣把它加起來 就這樣就好了 上菜囉 真的太奇妙了 這蠻水優勢 這味道好特別喔 非常非常香 它有一個甜辣醬 它是稍稍有點微辣 但是下去很甜 然後加上這個肉燥 滷得非常入味 重點是它用外面這個 非常Q彈的刈包 把它包起來 天啊這個當宵夜嗎 媽媽你現在晚上真的看到 晚上你真的會非常危險 這個的話就是說 像日本有炒麵麵包嘛 然後我們在台灣 我們有炒麵刈包 對它就搭配我們每天老店 幫我們準備的新鮮的麵條 然後古早味的肉燥 跟台中在地的這種辣椒醬 整個搭配起來整個感覺就是 非常的融洽 像我們蛋餅啊 水煎包啦 那些都要放 而且這吃下去 你真的覺得好在地 台中的口味喔 對 台中人是早餐都吃這個 吃這個乾麵 對啊比較薄啦 所以我台中看到這裡的東西 對 這都是你剛才到家買的嗎 對對對 我們東西都很新鮮 店很小間 每天賣完我們就收 所以每天都要進食材 這是最新鮮的 但是你除了這邊以外 還有其他什麼樣的口味嗎 有 我們有比較特別的 那個包冰淇淋的掛包 包冰淇淋 對對對 包冰淇淋還叫掛包 還有這種吃法 對對對 我不相信 拿出來看看 好 來這邊 來這邊 冰淇淋掛包 這也會燙耶 外面是燙的 裡面是冰的 這完全是一個燙冰的概念 非常的療癒 你咬一口就知道了 它非常的冰 非常的涼 非常的涼 非常的舒服 抹茶濃郁適中啊 整個就很有這種 Q頭的感覺 掛包的皮啊 外酥內軟 蓬蓬鬆鬆 吃起來好舒服 然後整個這樣融合在一起 外面呢 就是饅頭的皮 可是我們的皮 有加牛奶 所以它帶有奶香 下去炸的時候 特別好吃 非常新鮮的口味 在這邊 這個會受歡迎嗎 有非常多 年紀大的朋友 下午啊 會過來這邊 就是浩溝 一個這樣子的甜點 回去就會覺得 就是很療癒 很舒服這樣子 所以 年紀大的很多朋友 都很喜歡吃我們的 在這邊你真的很 這個很自私的風味 而且是非常有設計感的 這裡一百一年前 是小京都 那我們台中火車站這一區 那我們把 這區是一個小京都啊 對 那我們想要把一百年前的 這種風華把它帶回來 所以弄成這樣子的一個布置 然後來賣這種傳統的掛包 或許很多台中人 都已經忘記了 綠川在日治時期 由台灣小京都之稱 明治四十一年 為侵入台灣縱冠縣全線通車 在綠川上興建新聖橋 為台灣建設進步做見證 光復後則改名為中山綠橋 史耐普說日式的經營風格 是為了呼應歷史的記憶 不過堅持使用本地食材 只是它每天從建國市場 採買回來的 身為老主顧的史耐普 對於建國市場的搬遷 也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店很小啦 要進的食材可是還滿多的 那就變成我們每天要更早起床 然後騎摩托車 努力一點騎遠一點去載 因為我們都有 跟廠商都很好了啦 很做關係 所以我們還是會持續去 新的建國市場 那就比較辛苦就對了 你會希望說 其實就待在原地就好 幹嘛一定要換到新的 我覺得改變都是痛苦的啦 只是說 因為現在建國市場的部分 它的採光 衛生條件也沒有那麼好 那我們當然期待新的市場 只是說當然如果它規劃 或配套措施都很好 那我們去那邊我覺得 會有更多的 食材的創意出來 對於建國市場的搬遷 攤商與顧客之間 都各有不同的意見 老顧客習慣在固定的路線中 採埋每日的生活所需 年輕族群則期待 明亮乾淨的購物環境 有人希望市場能更進步繁榮 有人則是割捨不掉 生活一輩子的家 我現在所期待的為例 就是我們新的建國市場 我們錄製這一集節目的時間 是8月26號 其實呢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舊的建國市場呢 就要全部搬遷到這個新的市場 所以其實可以聽到 現在在這個新的市場裡面 還是有很多感攻的聲音 正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那我們在錄節目的時候 其實聽到很多攤商 他們其實都有很多 正反兩面的聲音 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都是一些事實 然後很多人會覺得說 搬到新的市場 這個位置啊 好像離我們原本的市場很遠 有些人會有很多的擔心 那其實對我來說 我看到呢 在以前舊的市場裡面 都會有很多 以前用手繪的招牌啊 然後比如說我們到二樓 那個舊舊的房子 然後有很多的美容美髮院 其實很多生活的縮影 都在那個洞建築裡面 好像就這樣被凝結了 但其實隨著時代的演變 他勢必呢 終將還是要歸到一個新的市場 其實很多的媽媽 其實他們都說 你不要顧問啊 顧問我就會靠 那種心情 我就生活了四十幾年 然後終於有一天 就要離開了 我想對這些所有的攤商 我們是很難以去描述 去想像的 在各位現在看到 我們這一集節目的同時呢 也許呢 現在這個新的建國市場 全部都是 人來人往 攤販全部都已經 按部就班 全部都在這邊集合起來了 不過呢由於這些合約啊 或是法規的問題 其實很多外圍的攤商 比如說像青草博啊 或是五金一條街 沒有辦法進駐到這個空間裡面來 所以原本的市場結構 可能就要被打散 然後再重組 那這樣以前 我們所看到這些 濃濃建國市場的人情味 是不是 還是可以一樣持續到今天呢 但是呢我相信 在以前 要移到以前舊的 建國市場的時候 大家對那個環境 也是有非常多的陌生 跟不確定 然後呢 他們靠著自己 非常堅毅的生命力 又把那個市場活絡起來 對到這個新的市場 一定也是充滿著很多的 憂慮啊 疑慮跟不確定 但是我相信 靠著大家非常 很堅毅的生命力 一定會把它 再重新活起來 因為大家其實都很開發改變 但是呢 改變就是力量 建國市場 服務好 東西多錢 你就人家來這裡 不用怕說 我今天要買這些東西 來包 不一定會有 家裡的拼帶 都很順暢 尤其是阿桑 每天都拿東西給我吃 所以養我這麼怕 我說我們家的 家裡的拼帶都很好 我如果是要散會 或是要便室 我會跟我贏一下 過錢他就好了 對 大家都好 我幫助教你 大家都很好 現在是比較久了 不然以前生命是很好 本身的更開心 不過盡量要求教 用得好生命 也要讓我們煩惱 我在這裡賺錢 賺機會 就帶母子 小孩子都在祝福 都在祝福 所以祝福就是 我們快樂的地方 時間過得很快 已經在這裡 三四十年的感情 現在要去人家 刷過那裡 非常不甘 要說 我在建國市場 做五十多年了 還有一個營業 真的要離開 心肝很辛苦 這裡 曾是台灣最大的 傳統市場 也是台灣第一座 現代化市場 更是台灣 賣最多東西的 零售市場 人們習慣 隨著時代 漸漸改變 但是改變 能帶來 什麼樣的新價值呢 建國市場 完成了一甲子的 時光記憶 在九月二十號 已經完成第三次搬遷 新的建國市場 正開始接受 台中市民的層層考驗 期望它 能夠持續 穩定 台灣的經濟脈動 時間在走 我的腳步 踏實地探索 世界在變 台灣的腳步 不曾停歇 我是姚純耀 寫下一頁 在台灣的故事